芬芳王西律听见耶稣的名声 就对臣仆说 这个人是施洗者约翰 他从死里复活 所以能够行这些神迹 原来西律为他兄弟 斐力的妻子西罗底的缘故 拘捕了约翰 把他捆绑起来关在尖里 因为约翰曾多次对他说 你娶这个妇人是不对的 他想杀掉约翰 但怕触怒百姓 因为他们都认为约翰是先知 在西律的生日那天 西罗底的女儿出来在众人面前跳舞 西律感到非常高兴 就启示答应他 无论要什么都可以 他受了母亲的指使说 请把施洗者约翰的头 放在盘子里送给我 西律感到为难 但既然在众宾客面前起了事 只好下令给他 他派人到监里 看了约翰的头 放在盘子里 送给他 他又转送给他母亲 约翰的门徒 把尸体领回安葬后 就去告诉耶稣 是 赞儂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